听到宇宙广播体操 现在开始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 1 2 3 4 6 2 3 4 7 2 3 4 8 2 再来一遍 第一学生卡 对不起该车涉嫌非法营运已被查处 哎小兄弟过来过来 想上车是吧 出门只走微信班车 左转百度班车 右转360班车 发10块钱红包就行 支持淘宝买票 走支付宝 鱼要脑一种 原方你怎么看 我看怎么也得满门抄斩 剥夺打低权利终身吧 你这样做那些老司机和乘客们能服吗 这请大人民事 网络的事网络解决 找业类最好的律师上X站直播 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最近同志们最关心的是莫过于快播一案了 简而言之就是小时候经常借你小人书 看的隔壁邻居王金欠子 因为家里存放大火寄存的小人书过多 被对面员的马三甲四给举报了 弄得你现在看个书的 要过个马路去对面看 还得花点小钱 那现在才是个公开审判王金欠子 大闸刀都悬在头顶了 作为从小和他穿一条裤子的你 这时候会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那必须支持 所以前几天直播听审的时候 愤怒的同志们就把卖电视机的马甲给占领了 卖薯片的小马也差点遭殃 有虫宝宝要问了 那从宇宙视角来分析 到底滋不滋死快播呢 那当然不支持了 我一再对各位同志讲 宇宙视角是直见人 是面壁者的视角 如果和大家都一样 被三体人钻了空子怎么办 给快播辩护的刘律师固然讲得很精彩 但他对面的女公宿人长得比他好看呀 所以不论快播是否有罪 我们都要誓死捍卫刘律师狡辩的权利吗 这是个看脸的时代 刘律师的狡辩配赢得掌声吗 他说快播不能转型的原因是中国移动不能转型 那你能和中国移动比吗 中国移动一旦转型 短信都能看片 那不是乱套了吗 所以快播的辩护不配赢得掌声 同理微信小视频功能不配赢得掌声 360百度网盘不配赢得掌声 卖网盘账号的淘宝不配赢得掌声 滴滴打车更不配赢得掌声 你要是不服气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鼓掌资格评定小组 以后类似的事情都先交给小组讨论和审查 通过了再鼓掌 通不过就类令整改 按照鼓掌基本法来 还有什么P2P种子等下载技术 简直太快了 容易给不法分子可证之机 我看最好别用 以前不是都右键另存为下载吗 那个好 大家都习惯另存到桌面 执法人员检查起来也方便 上网也要按照基本法 我建议你们招聘100迷迷事工 24小时值班审核 不能让这种内容再次出现 什么其他网站也有可能出现 那大家都招不就行了 正好解决大学人就业问题 上硬指标 都他们给我招 招不够吊销营业执照 最后按照规定 公民有阅读淫秽作品的权利 但是绝对没有传播和制作的权利 也就是说 要少你要么去岛国 要么请认准九筒牌冲气娃娃 各大星球均有销售 关于九筒牌冲气娃娃的效果如何 我们来参考一位 一看就是老司机的广东师傅 最近交警从高速公路的拦截系统上发现 这位司机的副驾驶有点不太像正常人 因为实在是太漂亮了 于是赶紧南下来问 你知道为什么南里吗 不知道 按照规定 你这车的牌放超标 不能带这种高颜值的女人 赶紧把人交给我暂时保管 你说你该走哪根道 这有趁话大道 什么趁话大道 这位兄弟解释到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在我们广东有很多偷游贼 特别是晚上 根本不管基本法 我就买了一个九筒牌冲气娃 放在副驾驶 穿上衣服 接上安全带 让他给我守夜 嘿 效果特别好 偷游贼还以为是真人呢 捂着吃锅当就跑了 该偷懒 到日山桥 根据新闻报道 交警听完给司机点了赞 夸他的安全意识到尾 给自己系好安全带就算了 连充气娃娃都系 同时他用这个方式防贼也很极致 如果不是充气娃娃 屁股上有个洞 连自己都看不出来这是个假 不是 你从哪根道吗 你这个 你去看 做车话大道 你看你 我被你搞糊涂了 同志们还等什么 赶紧买一个回家吧 不要199 只要2499 加100就能上32GB哦 动作可以一样 傻逼不可复制 这是耐克傻逼 与插画家联手推出的 美式街头滑板鞋 最近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 讲道理 在美国这确实是一双好看的鞋子 但是在中国 它却只能拿来送人 还不能是关系好的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什么 那就是在这样的外企 中国人真是人为言轻 我们知道SB是滑板运动的意思 可是你既然要在中国发微博 那就是想在中国卖 那既然你想在中国卖 就不要把这大写的SB搞得这么醒目 又崇宝宝问了 那你成还卖MLGB呢 耐克搞个SB怎么了 我喜欢 没想到你是这种崇宝宝 搞朋克的喜欢把操子印在身上 表现自己的叛逆 那他们难道会把傻 那他们难道会把傻子印在身上吗 一个骂人表现自己很酷 一个骂自己表现自己很弱智 你选哪个 这方面建议耐克可以学一下友商的做法 包括单不现意 牛逼鞋 MGB男装 MGB战队 MB万宝龙 美国职业棒球联盟 MLB和世界跆拳道联盟 What the fuck 接下来我出钱请大家欣赏节目 传承屠龙技之高台花 I want to stop 我打算 互 노래 I want to stop 啊 还是 好 I want to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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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个技术有多屌吗 好 接下来看看评委们的精彩点评 从08年之后到现在 这个节目仿佛一直都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创新的余地 我们把孩子领到了这个舞台上 甚至以后可能领到了世界的舞台上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些技能未必会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给他一口饭吃 我觉得这个也没法说 因为所有的技艺都需要花大战的时间 你不能用他的表演 最后就把它给这样限制住的是不可以的 但其实我们在刚刚看的时候 我感觉虽然是他们那么多人在一起 但我却看到了一种孤独 和一种孤独 和一种孤独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所有人在一起 一起来表演的时候 我找不到焦点了 具体我想不到看谁 所以说他们很难出现在这个 艺术形式当中的一个个人英雄 我希望在即使是群像的艺术当中 看到不一样的样子 我徐里有灵我 我希望看到各家的身份 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出来 给你表演一个绝活 今天只是为了他们牺牲小我 来成全一个大我 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事 干得太多了这几千年 小我都没了 卧槽 气死我了 这几个年轻人 简直是现实生活中的键盘侠 装逼技能 叠满张口就来的喷神 看我变身 陈道明治治他们 整齐画一的 有些节目就是需要这样的 一让队 你体现个性行吗 总体的要求它是整齐画一 它难点也在整齐画一上 这么多人 让它做成一个知识的动作 是很难的 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 但是有对于有些文化 我们传承的文化 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看得少了 你们因为你们不看过 没有看过 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 你们有几个人去看过中国的社会 你到过哪看过 你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去的 都哪几个地方 你们看过多少古 你们看过吗 你们做过功课吗 你们就根据这一个古 就否定了中国古文化 对于其中有位前面下提出的 花这么多时间 学这个古以后 有没有用的质疑 我要格外强调一下 现代社会风功名确 会一门表演艺术 是绝对有用的 只要能给别人带来好处和享受的技术 都能赚到钱 都有用 我不知道这几位键盘侠评委 自己的一技之长是什么 如果只是靠一张嘴 那可能这几个孩子 在节目里存在的意义 比你们都大 前几天的一件事挺热闹的 不知道各位同志参谓参与 微信制作了一个H5网页 可以看看自己是什么时候加入微信的 第一位微信好友是谁 并且还能分享到朋友圈 好嘛 大家都给转疯了 难道你们平时不玩 测测你能活多少岁 测测你这辈子能赚多少钱 测测你的异性缘好不好之内的H5小游戏 感情还没玩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真的是测测你的智商高不高了 一些人开始煞有其事的 劝微信好友别转这个H5了 这是骗人的会被盗号 支付宝你的钱也不安全了 还有的人开始煞有其事的说 我的好几个朋友微信已经被盗了 好嘛 接下来大家都去提向自己的微信钱包 给各位学金融的同学好好上了一课 什么叫挤兑 少部分有钱的朋友则开始在朋友圈晒您钱 哎呀 还好我的钱没丢 最后整个朋友圈在一片辟谣声中落下帷幕 而今晚的你大概是这样的 看到朋友发H5 第一时间评论要来网址 并转发到自己朋友圈 感叹自己添加的第一位好友居然还在联系 青春是多么美好 这几年什么都变了 唯有友谊永存 继续刷朋友圈感叹一下 哎呀 这个小子怎么这么早就开始玩微信了 几分钟后看到谣言 第一时间你就把自己的0.99元零钱提现了 打开支付宝把所有的余额转移到了银行卡 牵着骑车去银行准备把你卡中的200元整取出来 到了银行发现朋友圈里开始辟谣 钱还在虚击一场 长出一口气的你走出银行一看 他妈的我自行车呢 要啥自行车啊 啊 要啥自行车 我的心好累 爱让人太生悲 你怎么舍得我在屋檐里枯萎 原来我把爱情想得太过美好 我以为已找到了今生的依靠 为一个拥抱 绕着地球跑 还是抓得不够老 原来爱在现实面前那么渺小 我以为你一定 过来